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這個視頻要補充一個不斷因回弓技巧裡面 這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其實可以掌握到這個部分 基本上 你要不斷因回弓 要做得出來或死守的機會就會大幅的減少 但是我要補充的部分就是那個 我之前有提到說不斷因回弓它的一個 它的要 其中一個很重要它有很多個部分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就是來回 因為它是一個方向過去一個 過去然後折返又回來 它折返嘛對不對 那你就會想辦法 它的原理就是你折返 會有一瞬間因為你方向改變 你會有一個瞬間速度是雷 那那個那個moment 那一個一瞬間火光堅持的那一瞬間 的話其實 我們就沒辦法提供全振動的能量 也就是漢姆霍茲請全振動理論的年動期 是沒有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還是會有聲音 就是我們是靠 是靠 玄的餘韻 就像空玄 會有餘韻來補內瞬間的聲音 OK嗎 對不對 那就是像漢姆霍茲 的理論裡面講的滑溜期 那 那這是它的物理學原理 那我們必須要用 我們手的動作去做出來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 所以為了要達到這個 所以變成你 你火光電池那一瞬間 你的公壓越小越好 它是不是就 最好是像空玄這樣 最好是你能把它拿起來 對 但實際上是不要拿起來 我是說 就像把離玄這樣子 他們空玄震動 那它滑溜期 他們或者那個震動 滑溜期 就是十萬硬幣的 對 最好是 動作 但實際上當然不可能拿起來 不能拿起來 拿起來你等一下 一折返以後要再運功 又來不及 也就是說整個藥靈就變成說 你在折返以後 瞬間你公壓要很小 也就是說你的 玄幾乎是 只是放在上面而已 就這樣 所以我們整個執行上 必須要達到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功能 這樣的效果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我們剛提到火光電池的一瞬間 所以你的那個速度要很快 你折返的速度 從一個方向變換到另外一方向 你速度要很快 而那一瞬間的那一刻 你又不能盡量公壓 越小越好 最好是零 可是一過那一瞬間 你就要立刻可以再死公壓 那這個銜接就變了 只要折返跑 你折返的那個 折返的那一瞬間要很快 那你省先 那我說過其實一個藥訣 就是你過去跟回來不要用同樣的力量 同樣的 身體部位來發力 你用不同的肌肉 不同的身體部位來發力 這樣你就不會同一個 同一個部位 又過去又回來 那你一定會 中間一定會有斷掉的時候 對 好不好 所以我就說其他藥訣就是 把整個手 某一個地方當一個分界點 然後 一下是一個 繼續前進 一般來講 我說要用手腕當分界點 手腕這邊繼續前進 那這一開始是手臂 對不對 運功整個過程手臂上來上來 以上功來講 上來上來上來 手臂帶動上來 可是到了快要 快要最後這一小節要回轉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手臂就不要再前進 那以手腕 一般來講是以手腕當分界 然後手腕以下的部分 手這樣繼續前進 但是這裡 以上的部分 其實等一下是要回來遮反 對不對 我是不是提到這樣 那當然不是每一個演奏家 都是用這個當分界 也有人 你看網路上也有人說 他們是用這邊當分界 可能他這裡比較靈活的人 他就覺得 那像我自己 實務上我說過 我是比較採取 這一主流的 以這邊當分界 這是比較一般人的身體 就是那種 你能夠當到專業研究者的 那種身體教見的人 一般大多數人的中間職 認為比較合理的做法 比較可行的做法 比較好的做法 做起來 performance 比較好的做法 可是實務上 因為我的身 我做過 因為我的身體條件 沒有這麼好 我常常這個小肌群 握空彈性這邊 沒有這麼靈活 所以我常常 有時候我會拿這邊當分界 分界點是在這邊 也就是說這裡 這樣前進前進前進 然後最後一小節這裡 我是用這邊 去前進 整個這邊去前進 然後用這邊來 帶動 就變成比較像這樣 不是 不是這樣 標準的時候 比較像這樣 好 但是我也說過 其實實際上我是復合的 對 我是復合的 事實上我剛剛說是 那事實上也說他是復合的 對 就是我想 我的意念上 我的意念上是想要 標準大多數的人的做法 這種做法 但是實際上我發現不行的時候 對 我就會變成 譬如我本來意圖上 我的意圖上 我是想 到最後這一小節是這邊 繼續前進 這裡 然後這邊是 帶回來 所以這個以下是 往這邊帶回來的 就遮反的 遮反過去跟回來 這邊本來是這邊過去這邊回 但實際上假如我覺得狀況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變成 用這邊來帶回來 我一發現這邊的地 送過來不順暢 像我腳這裡很緊 這萬管 我說過從 截口學上 這叫萬管 生氣自食 當然教我這邊 比較緊 我姐弟主持有時候狀況會比較緊 那我覺得沒有辦法接得很順暢 事實上我就會用這邊的力量 那這時候這邊 就變成 本來這邊是應該要回來 就讓這邊 一做 我就一發現不行了 準備這邊拉回來不行了 我就順勢再讓這邊繼續前進 然後這樣拉回來 就動作上就會像這樣子 本來應該是這樣 本來應該是這樣前進 然後這邊 這邊就拉回來 本來應該是這樣 那我如果發現狀況不好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變 我一發現帶不帶過來的時候 我就會趕快立刻把力換到這邊來 力會切換到這邊 然後這裡繼續前進 這邊曲 就變這樣 不行的時候 我這樣繼續這樣前進 然後這樣再過來 那不管怎麼樣最後就搭 不管怎麼樣這個操作的方式就變不太一樣 跟主流的 最多人的方式 最多老師用的方式 但是 重點是完成了 完成了這個不但回宮需要的這個 物理學原理 它超過的效果 那 以我當時的這個情況來講 這是 最好的選項 好嗎 那如果一個老師他要教我 那我是處在那種狀態的話 這才是一個好的答案 那當然我說過不是每 但人要進步啦 你身體是 我們人的身體不是機器 我們是可以 細胞是可以死 死掉又換新的細胞在分化 就舊的細胞被他 對死亡 其實他新的細胞 就人是可以不停的 修補更新 然後甚至於變得更好 整體的情況是在一定的限度內 他是 可以有一定的恢復能力 所以你當然還是有 想辦法讓這邊機能 對 因為這樣做 當然他有他的 他的好處 任何之後好處 但他也有他的限制 標準也一樣 標準也有他的限制 只是說 兩相取舍 一般人認為這是最好的選項 好不好 那當然我也有 網路上我也看過 有一些大陸老師 他是用這邊當分解體 可能他們這種人這邊特別靈活 那種人如果他左手是這種條件 他就是那種選擇手指樓選的那種 像林造亮那種 林造年輕他的手指樓選 那這種不是絕大多數人的選項 這是我 我講到這裡是我在講不斷運悔工的道理 衛理學原理還有他手操作的方式 手怎麼去操作 那其實 達到這個機制 未必就一定要某一個選項 那當然如果 還是有困難的人 我們講一下要從解剖學 我剛剛也聊到一些解剖學 比如這個 這個其實 其實我這視頻只是要告訴大家說 那個接力一來一往的接力 我這視頻只是要補充說 這個接力一來一往的時候 其實這個兩股力量一個繼續前進 對不對 這邊繼續前進 這邊 就是 最後一小節的時候 這個以下的部分繼續前進 那這邊是準備儲備要 等下折返說下來的力量 對不對 我是不是 平時都講到這個 折返不要用同樣的部位 來發力 不要同樣的肌肉 不要同樣的部位來發力 我是講到這裡 那我這視頻只是要補充說 這個折返的時候 一個過去 然後等一下這個接龍接過來的時候 其實我 我是不是常提到偷跑這兩個字 偷跑意味著 如果是接龍 接龍 我這個視頻只是要補充 其實它是比較像偷跑而不是接龍 對 我有時候措辭上我會不是很精準 或是說這個本來它就是 對 所以我反正不敢怎麼樣 其實它是比較像偷跑 對 理論上是這邊繼續前進 那這邊就儲備著 那等一下 這邊一晚中間會有空窗期 對不對 我說我折返那邊 然後這邊就立刻接起來 不要 對 讓空窗期變得很很短 只有火光電 理論上是這樣 實際上它卻是偷跑的概念 什麼意思 什麼叫偷跑 所謂偷跑 顧名思義就是什麼 什麼叫偷跑 就大家都 偷跑的意思就是 in advance 就是時間還沒到你就先做了 對不對 人家 準備3 2 1 0跑 人家到0才開始跑 你就 你到3 2 1的時候你就先跑了 對不對 時間還沒到你就跑 接著偷跑 那我意思是說這個折返的概念 其實實務上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沒有辦法閒接到這麼順暢 我與其這樣還不用偷跑 那什麼意思 那偷跑其實也不是我講的 網路上普遍很多老師也是這樣說 那什麼叫偷跑 偷跑的意思就是說 理論上應該是這邊去去前進 然後前進到 他沒有在前進的 這邊就接著 接龍 對不對 接著 那你要接到很順暢 都沒有縫隙這樣 時間上沒有間斷 這樣 但實務上這太難 對 很容易啦 所以 與其這樣還不用偷跑 偷跑的意思 在這邊來說 這個技巧來說 就是這邊繼續前進 這邊前進 那個力還沒有完的時候 這邊就可以先發力 這裡就可以先發力 也就變成就像 有點像拔合啦 兩邊都在拉 兩邊都在拉啦 不是這邊拉完這邊才拉 這邊拉完 然後這邊一停掉那一瞬間 這邊又拉 這樣你很 你很容易 你畢竟你不是兩個人 你還是同一個 同一個身體 他有筋膜 會互相牽連 這就為什麼前陣子要分享筋膜 那我就不在這邊解釋筋膜 那個說什麼 我分享一個網醫師 我會把 我會把那個資料放在這個視頻的說明去 那個筋膜 所以他還是會互相牽涉 因為你畢竟不是兩個不同的 完全分開來的個體 所以你中間會牽涉 所以你時間上可能一定 除非你條件很好的 要不然你沒辦法拿 你有什麼好 所以其實這樣還不如用頭髮 那頭髮概念就是這邊繼續前進的時候 其實這邊儲備要往這邊 這個以下的部分 你其實就可以開始發力了 我在說其實就可以開始發力 就像拔河 兩邊都在用力拔的時候 對 拔河不會是一邊在拉然後這邊又不出力 拔河大家都要用力拔對不對 那當然拔河是拉來拉去拉來拉去 可是你如果只不要看這麼長的時間 你只截中間的一瞬間 其實那兩邊的力量一直都在出了 這邊能說哪一邊力量大 他就往哪邊扯過去 對不對 合力為零 牛頓第二運動盯力 第一運動盯力告訴你 就是靜者文青 風者文都等速度運動 那第二運動盯力告訴你 如果靜力不為零 有一邊比較大的時候 合力不為零他就往那邊跑 對不對 所以我們OK嗎 所以其實你兩邊都可以出力 對 只是你不要讓他變拉鋸戰 你不要讓他變一下這邊一下這邊 跟人家折返 很多次的折返 你只要能 你只要能夠做出一次的折返 基本上兩邊都出力 偷跑那是OK的 也就是說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 也就是說 沒有 我這視頻只是想告訴大家說 實際上那個 迴轉的瞬間 其實並不是一個出力完 然後這邊不出位 這邊還立刻接著這樣 這樣你會很容易有空窗期 因為你不是同一個 兩個人 就這樣兩個人你也要配合得剛剛好 所以一個比較合理 什麼去縮短那個時間的方法 其實應該是這邊出力 這邊 準備要不出的 還沒有結束前 這邊就可以先發力 那就像拔盒那樣 對 那我是怕有的人問我說 那拔盒會拉鋸嗎 你不要這樣子嗎 你就讓它一次就完成 對 你就是這邊在前進 這邊還在前進 其實你這裡 我現在這裡還在前進的時候 還在前進 其實這個地方就可以 開始發一些力量 讓它回來 那因為這邊的力量還是大過這邊 那它是不是就前進 那只要這邊的力量 大過這邊的力量到這邊 它就回來了 那 我的意思就是說 偷跑 那就等於是這邊在偷跑 好嗎 這邊去還在前進 這裡就可以開始偷跑發力 好 那這邊的力量 你一定從零開始增加嘛 對不對 那反正只要 我的意思說大家 我是說有 我剛剛講這麼多意思 只是告訴大家說 有的人會跟我講說 那這樣不是像拔盒一樣拉拉拉去 那你中間會轉 你會變成這樣這樣 不會啦 不是不會啦 就是這是可以避免的嘛 就是你只要 這邊還在偷跑 那這邊還在前進的時候 那這裡還沒有發力 所以 這裡一定大過它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這邊在出力 這邊是沒有出力 但是它只是儲備準備要回來裝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個時候 你這邊就可以發一些力 那假如你這邊發的力量 還剛開始發 從零開始的時候 還沒有大過它的時候 是不是盡力 盡力還是往這邊 那它就往這邊嘛 那一旦大過它 我的意思說一旦大過它以後 它的力就會往這邊跑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這邊就不要再發了 這邊就歇掉 那就不會有拉鋸了嘛 它就會變成只有一次 一次折返 那這樣是不是你就變成中間是沒有空隙了 可以嗎 這就為什麼說它是偷跑 可以嗎 所以就這邊在前進 那你前進這邊從大妹妹到小 你不要讓它完全都沒有力的時候 其實這邊就可以開始加力了 這裡 這裡一下就可以開始加力 這個瞬間 這在動的瞬間 其實這裡就可以開始加力了 那加力這瞬間 那如果這邊 這個力在增加的過程 你這 它是越來越大嘛 那 就可以加力 那你不用擔心什麼拉鋸 根本不用擔心 為什麼 因為它越來越大 那只要它大過它這邊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往下了 那一旦往下以後 這時候你不要再加這邊的力量 它就不會又 又被它拉過去了 那就過來了 那這樣是不是就沒有空隙了 對不對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假如兩股力量 我們用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統計學的那種 指標圖 就像那個 我們用像那個 影響的那個amplify 等化器那個高高低低那個 頻率一樣高高 那假如這邊是手指 這邊 這邊的部分 那這邊是後面 手臂往這個方向的部分 那這邊 大變小 那你不要等到它小到0 這邊才發力 這樣你會有一個 容易有一個閑階的空方起 那你這樣這邊上去 這裡削到一個程度 還剩一點點多 其實你這裡就可以開始發力了嘛 那你只要這邊的力 還沒大過它 基本上方向還是往這邊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等到這邊的力大超過它 這邊也削減的時候 它就往這邊了嘛 那這時候你只要這邊不要再大 它不會再拉過去 那就只有一次則翻 可以嗎 不不不削一下 這邊你就可以大 然後你就這樣 然後這邊就不要發力 然後它就會往這邊了 那你是不是就中間就不會有空窗 對不對 這就為什麼不代用回弓 我們會說它是偷跑 就是你這邊你這樣子偷跑 可以嗎 那反之一然下弓 回代用回弓 那你這邊 欸 就是攻堅區的不代用回弓 也就下弓 也是一樣 到這邊的時候去到最後的時候 你這裡還在發力 這樣這邊手臂帶嘛 然後最後這一瞬間這裡在換這邊發力的時候 這邊發力的時候 其實你這裡就可以 其實你這個以上的部分 抱歉我怕請教一下 這邊一趟部分 你就已經可以開始出力往這邊跑了 對 其實這邊還在往下發力的時候 其實這裡就 這邊往下 這時候 這時候剛剛那個體表就變這邊了嘛 這邊還在發 這邊發力 這邊開始發力 這邊是手 我現在講下弓嘛 所以它變成在右邊了 右邊還在發力 其實你這個手以上就可以頭跑增加 那也一樣這邊起到這邊增加 它就接過來 對 只是這邊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個下弓比較好操作 上弓比較不好操作 因為這邊手比較容易 比較順 這樣大家一般比較順 這樣子 再這樣會不順 這就為什麼我前面會提到 我會用這邊來幫助 以我的身體情況 因為我這裡比較緊 對 那這裡我是覺得我比較 密實的機會比較低 這邊很厲害 這裡它在這 其實我這裡上 我就已經開始發力在帶了 就是從這裡以上的部分那邊 你就可以發力在帶 然後一帶就這樣過來 所以不太會 你看就這裡 其實不太會密實 我這邊的不大音的功夫 不太會密實 那這裡一樣 這裡就比較 因為這裡手 因為這邊手關成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比較 你如果這個區域 就是這個 神基斯時代 或者是這個萬貫 這邊比較緊 這個區域 就環裝板 這裡比較緊的結構 這結體組織結構比較緊 什麼 好的 我忘記解釋 因為我講太多次了 在別的視頻講的 萬貫生基斯實在是說 我們的人的小臂 我們手指的活動 其實主要 這樣的活動跟這樣活動 這種動作 主要是小臂的肌肉在完成的 那肌肉的本體 小臂的肌肉 只身軀肌腱 直前肌腱或生子肌腱在完成 好嗎 這邊 這邊 這個生子肌負責這個動作 這邊是負責這種動作 好不好 那英文叫reflect 這叫做 這叫做 reflect 然後這叫做 不是conquer 我有點忘記 Digil 大家我有點秀斗 這樣不管 他弄一個拉丁文的字 anyway 反正就這種動作 他是小臂的肌肉 中文又叫做 伸直肌腱 跟指身軀肌的直肌腱 這裡有兩個 那他這裡開始 肌肉 muscle 那這個muscle 到這個位置開始 他就變肌腱了 好嗎 他就不是muscle 他這種肌腱 然後穿過這個叫做腕關 所以他這邊會有一點 像一個隧道的結構 然後過來 就有點像你那個 煞車線裡面 金屬的線在洞 外面有個套子 對 可以嗎 這樣過來 不過他不是那樣子 他只是一個隧道 所以他一個隧道裡會有兩三條肌腱 他不是只有一條 過來 那到這邊以後 這裡就真的像我剛剛說 像煞車線 他有 他們有個套模 然後裡面的肌腱在裡面滑動 所以那個套模 如果跟肌腱沾連了 就叫板肌子 穿過來以後 那 這是一個結地組織帶 那大家有的人 每天狀況或是年紀不同 我想會比較緊一點鬆一點 只要沒有到疼痛 不能運作 基本上都不是生病的狀態 都是健康的 在醫學上你都是健康的 問題是樂器演奏 他要的精細度很高 所以他要求度會更高 所以我講說你狀況沒那麼好的 不是代表你就是 什麼身經障礙什麼 像有人覺得老師 我以前跟一些老師講 他聽不懂就算你不虛心受教 還說我們想太多不懂 他就在那邊虧什麼什麼 身經障礙在那邊講 有車有的沒有的 對那種很無知 我只能這些人我也沒辦法改變他們 因為網路上大家留言 變成 只是變成吵架 我爸在叫我 我爸喝水 他已經等很久 好我先過去弄他 下個視頻 我再讓我爸等一下 我可能下個視頻再把他講完 我是要告訴 其實我 我剛剛已經講完那個偷跑的干預 不過我這裡是要再補充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其實我們 他那個偷跑前這邊 繼續前進的這個部分 那你看到眼睛教好像是這邊 你看感覺上他們是這樣 但實際上這個在動的動作 其實不是這邊 不是用這邊的肌肉 看他們看起來會讓你覺得 好像這邊有一塊肌肉 然後這邊一推一甩就這樣過來 但實際上不是 這邊根本就沒有這種肌肉本體 所以他的肌肉本體是在這邊的 這邊有肌肉 但這邊的肌肉沒有這個方向性的 除了癮狀肌 但癮狀肌也不是這樣用的 好嗎 所以他其實是從這裡 只是那些人很柔軟 他能夠到那種條件的人 你看那個誰啊 周癮有沒有 那個什麼青唐門冠軍那個周癮 然後他在那個人家花園 那個楊樹小姐中 你看他那好柔軟 對他會讓 他那種機能很好 的人會讓你誤以為他是這邊在發 其實不是是這邊 好嗎 他這樣過來 然後最後這種動作 其實他是這邊的生死極件 從這裡一拉然後帶動 那因為他們這種很柔軟 他甚至於 搞不好他機械本身都很柔軟 就是延展性都很好 其實他是 其實他是 我誇張一點 其實他們應該是 他運工從這裡上來的時候 他運工從這裡上來 他最後要做這個扣跑動 其實他會讓你覺得好像是這樣 其實不是 其實他是這邊 他是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的 只是他們很柔軟 的人這裡可以墊得比較平 像我比較緊的人 我沒辦法做出他們兩個的動作 對我還是會很軟 然後其實他還是比較像這樣 其實他那個很軟的 他會讓你覺得這樣 那這樣子你會 如果你跟我一樣比較緊的人 你會以為是這樣推的 就是 對我是要講這一段 對 所以你如果 你跟我比較一樣 這裡比較緊的人 或是這整個都比較緊的人 其實你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你就忘掉他們給你 就是金剛金縮的 你不要被那個表象迷惑了 看事物不要看那個外表 對 金剛金問那個 那個佛祖問那個誰 虛菩提 他說你看到我了 虛菩提就說沒有 那他明明在前面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 你一直看到佛祖的那個像 或是他講的話 但你要知道真正他的本質 同樣這個事也這樣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你一旦 我是覺得如果成年能來練 基本上都 大部分的人都沒有這麼好的條件 你到三十幾歲以上的都沒有 所以你如果用那個表象 你會永遠都 永遠都沒有辦法知道 他們到底怎麼做出來的 對 因為你少了一個要件 對 那他教你的老師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哪知道結構學這邊 反正他就是只要這樣他就做出來 所以他怎麼講什麼講 你就聽不懂 那老師就會說 我教了 然後學生不願意按照我一直做 所以我教學失敗 這些的補列路計算 所以每個老師都覺得自己教學 成年能力很高 就會有這些問題冒出來 那其實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你不要被他表現的明火 對 假如我是希望大家知道 我想像我講那個表皮 皮膚裡面的筋骨什麼活動 那假如你實在不行 你的那個集合 智力測量集合那部分 不像我這百分之全能力99.9分鐘 對 很容易就可以去想像中 或是 畢竟我是學生物的 我本來從高中就開始大學 就學這些東西 那假如你沒辦法 那你就不要想這些 那你就試試看 你相信我 你試試看 你就不要被他們的表現 你不要去做他們那種動作 你繼續這樣子 你就 你在他們回轉帶的那一瞬間 你用這樣子 你就是用 像你這樣子 就是用這邊 這邊動來帶 就是像這邊 像 就這邊發力 這邊發力來帶這邊動 那最後那一瞬間你也這樣帶 但你給你的角度 可能會跟我一樣蠻大的 沒關係 也就是說他們在做這種 他們這樣的動作 其實他的發力 就像我們這樣子一樣 只不過他這裡很軟的人 他可以這麼平還可以這樣 他這傳導效果很好的 他可以這麼平還可以這樣發力 對 他並不是這邊 他並不是這邊直接發力 你不相信你可以去問醫生 你不相信我 你總要相信醫生嘛 那個其實網路上有查得到嘛 這邊就沒有這種肌肉 根本就沒這種肌肉啦 除非你那麽外星人啦 你的身體跟別人不一樣 對 所以他們根本就不是用那肌肉發力 只是他很軟 他只要出一點 因為他軟的人 他需要的力就沒什麼多 所以他只要不留痕跡的 這邊發一點力 就會這樣帶過來 你就會很容易就 我這樣就不要看得出來了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是從這裡送力的 對 他們很容易讓你決戰 那你就以為是這樣 你想要學他 你永遠都練不行 對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先這樣 還高一點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 機能比較不好的人 對 要高一點 對 就是手肘高一點 那你比較好這樣運作 那你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這樣 那這樣是不是你也可以做 我剛說的偷跑比較好做 高一點你比較好做 你就會比較好做 你就會比較好做那種動作 那不過這樣動 這樣也蠻好的 也是一種熱身 因為你動動動動動 筋被你動開了 你就會發現你好像可以低一點 比較像他們的眼周甲 低一點你的男可以做這種動作 我現在是不是比剛剛好很多 你看 我剛剛要很高的 我現在不用 那他們是可以很平 都還可以做這種動作 好嗎 就這樣我講完 好 那我就不再錄一個視頻了 我讓我發展太久了 好 謝謝 就這樣子 好